或許大家大部分都是在抱怨說 一個晚上能連續十幾次的 這一個警報聲 但是還是有人一早醒來 他說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為什麼 從頭到尾 手機都沒想 人家不是國家級警報嗎 你一聲都沒想 你是國家級漏報嗎 他感覺自己就像是國家級警報的邊緣人 氣象局地震中心也強調 也跟觀眾致歉 要儘快改善這發報的系統 不要發太多 那麼一些沒有發到 也儘快補足這個漏發 這個部分 整個的聲響 造成對民眾的影響 精神科醫師就說了 這個國家級警報太多的話 是會讓焦慮的人更焦慮 而沒收到警報的人 也會不安的焦慮 害怕未來要是發生災難 他會錯失逃難的時機 長期下來 讓民眾心理上有一點負擔 馬上帶大家來看看 不是閒吵 而是他從頭到晚 都沒有收到警報的民眾們 凌晨一點三十六分 短暫的天搖地洞 我真的是沒收到 我完全沒有收到啊 而且完全睡得很好 超高音頻的國家級警報 這群人一夜好眠 整個晚上到白天 手機靜悄悄 我竟然一通都沒有 而且我還睡死了 就完全沒有發現 這種警報應該就會是 在地震發生前 然後給我們有一個準備的時間 所以如果沒有收到的話 反應的時間 可能就會比別人少一些 那可能就會比較危險 其實蠻害怕的 因為我還有問我朋友說 地震真的很大嗎 那如果哪一天 真的地牛翻 所以今年又牛年 就很害怕說 我不會被邊緣化了 有的人收到太多警報 被嚇到睡不好 完全沒收到的人 也很不安 而且過去到現在 這預警系統出錯 可不是第一次 專家就說 這樣的確容易造成 民眾的恐慌和不信任感 如果本身就有焦慮失眠的 一些情況 整天晚上更緊張 如果沒有收到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 自己被邊緣化 長期下來 民眾也會喪失了 一點點的信任感 地震中心也趕緊出面說明 強調會儘快解決 避免這種狀況再發生 不過一場地震 也意外讓國家級警報 成為討論焦點 華志士文 王欣寧 張豆 有張一鈞 臺北花蓮採訪報導